水煮蛋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聊聊水煮蛋 說到水煮蛋這個東西呢 雖然說聽起來很簡單 但可能因為我本人真的是比較粗魯的關係嘛 雖然到底怎麼樣把水煮蛋撥得很完美的原理 我大概小學附近就知道了 但是我人生中呢 總是把水煮蛋撥得坑坑巴巴的 那雖然說水煮蛋撥得稠其實是不影響味道 但是如果你把它做成糖心蛋啊 乳蛋啊 擺盤的時候 那個蛋白坑坑巴巴的 就真的很不好看啊 所以呢 我今天想要來比較一下 到底哪一種撥水煮蛋的方法 實際上是最簡單又最有效的 那我們今天呢 會先來看一下 理論上會成功的方法 有哪些 為什麼 接下來我們會看我實作的部分 來實際比較一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今天我們看一顆水煮蛋 蛋的正中央是蛋黃 外面的部分是蛋白 這個大家都認識了 那蛋殼的部分呢 我用深藍色的部分表示 如果你是一個常做飯的人 你應該會發現在蛋殼跟蛋白中間 其實有一層這個膜 這個膜我用紫色來表示 那如果你撥水煮蛋的時候 可以成功的把這個膜給脫離下來 多半就可以很容易的撥出一個漂亮的水煮蛋 那麼在雞蛋最下面頓端的地方呢 還有一個氣勢 這個氣勢我用水藍色來表示 這個氣勢呢 原則上是為了讓小雞在孵化的過程中 可以得到足夠的氧氣 那今天如果我們想要撥出一個完美的水煮蛋 原則上呢 我們就是希望讓這個紫色的膜 跟這個白色的蛋白部分可以稍微分離 如果我們可以分開它的話 撥蛋就會變得很容易 那這原則上有幾種方法 其中業界最常見的呢 就是讓蛋白本身的水分揮發 這個聽起來呢 好像很複雜 實際上呢 就是把雞蛋放到不新鮮了 不新鮮的雞蛋呢 蛋白裡面的水分會揮發出去 所以蛋白會縮得比較小 那自然它就會跟這個紫色的膜分開 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我阿嬤很愛的用電鍋蒸 因為用電鍋蒸蛋呢 除了很方便之外 主要是你不會有額外的水浸到裡面去 所以就有點像是烤蛋這樣子 蛋白裡面的水分是稍微可以揮發出去的 所以理論上 用電鍋蒸的蛋應該會比水煮的蛋容易撥喔 再來另外一種 就是很多人都會使用的熱脹冷縮法 就是煮完蛋之後 將蛋泡在冰水裡 理論上呢 將蛋白會緊縮起來 也會跟這個紫色的膜稍微分開 那最後一個方法呢 就是在蛋的頓端戳一個小洞 破壞這個氣勢 讓裡面的空氣跑掉 那因為空氣跑掉了 蛋裡面的空間就變得比較多 所以理論上蛋白跟膜之間 他們也不需要這麼的擁擠 理論上呢 這樣也會變成一個好撥的蛋 好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要讓雞蛋變得好撥 在鍋邊上有四種方法 第一種呢 是業界最常用的 把雞蛋放到不新鮮 再來第二種呢 是我阿嬤最愛的 用電鍋蒸雞蛋 第三種呢 是煮完蛋之後 一定要用冰水浸泡 讓蛋白縮起來 最後一種呢 是在下面戳一個洞 讓空氣可以排出去 到底實際上哪一種方法是最好用的呢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吧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用的雞蛋 這個雞蛋是在Costco買的 這邊這三顆呢 我是提前一個禮拜購買 並且故意放在室溫 故意放在我家最熱的地方 想辦法讓它變得比較不新鮮一點 然後今天呢 我老公又去新買了一盒 一模一樣的 我們把新的這盒拿三顆出來直接水煮 再來我們拿出一個我在台灣大創買的 號稱水煮蛋神器 它是一個按鈕型的 把雞蛋按下去之後就會露出裡面的釘子 剛好可以把雞蛋氣勢的地方打個洞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東西呢 用圖釘戳也是可以的 我們拿三顆出來戳洞 接著我們再拿出三顆新鮮的雞蛋 這三顆我們用電鍋蒸 蒸的時候電鍋放大概半杯水 跳起來的時候就剛剛好熟了 剩下的蛋呢 在冷水的時候下鍋 直到煮沸煮十分鐘 可以看到這個有戳洞的蛋呢 是會有氣泡從這個洞裡面跑出來的 那因為我本人撥蛋真的很容易失敗 所以我決定把所有的蛋都拿去泡冰水 這樣理論上會再更好撥一點 好 那麼這邊就是所有泡過冰水的水煮蛋啦 出我意料的呢 所有水煮的蛋都還蠻好撥的 只有一般水煮的這個我失敗了一顆 剩下的打洞的 還有這個老蛋的 都非常輕鬆的就可以撥得非常漂亮 反而是電鍋蒸的這個呢 比想像中的難撥 實際上我失敗了兩顆 但我也發現電鍋蒸的這個大概只有八分熟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為熟度的關係讓它變得比較難撥 所以隔天呢 我特地煮了兩鍋溏心蛋來測試一下 是不是打完洞的溏心蛋真的比較好撥呢? 答案呢 是不管有沒有打洞 我都失敗了兩顆 雖然很憑良心說的話 有打洞的這個好像是有稍微好撥那麼一點點 但實際上我還是撥失敗了呀 好 又到了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今天這個實驗呢 我說實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了 因為呢 雖然好像每個方法都稍微有點笑 但又好像不是每個方法都很成功 我不太確定呢 這到底是不是因為我本人真的蠻粗魯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但是呢 我覺得這是告訴大家一個很正確的觀念 就是雖然你的科學理論是正確的 有時候實踐起來不見得會成功 這也是很多博士生在做實驗的過程中應該會遇到的困難 那基於呢 好像沒有哪個方法都會特別的成功 我想我以後應該還是會繼續嘗試搓洞然後用冰水啦 但是今天的實驗已經告訴我 真的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我希望這影片有幫助到你 喜歡的話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分享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